我們剛剛遇到的狀況一 就是說剛剛這個地方 一定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第幾個 有沒有 向下追蹤 所以這邊的話我其實 有一個簡單的解法 就是怎麼樣 向下追蹤 所以讓它向下追蹤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有用過一個寫法就是K 所以給它一個K 我覺得因為我寫過很多種方式 後來發現應該這個最簡單 那把這個K怎麼樣 放到這個E的位置 OK 那E怎麼放 因為它剛好是文字的最右邊這邊E 所以你其實不用 像剛剛用的串的方式 你就把E release掉的時候 移到雙引號的外面空格 加一個ANDK就可以了 AND空格K 因為它已經是文字的最右邊 所以你直接這樣串在右邊就可以了 特別是這個可能比較特殊 這些東西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 但如果你串在中間就用剛剛的方法 如果串在右邊就用這樣ANDK 你說老師 那這個K不是一個數字嗎 為什麼前面的文字它可以接受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如果 數字遇到AND 它就會把這個地方 就是自動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文字再串接 所以如果K等於E E有沒有 它看到AND它就是自動幫它轉換成這樣子 E的文字 然後再跟前面串在一起 當然另外這個地方它其實有多餘的東西 像前的符號 因為這個位置都固定了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前的符號拿掉也沒關係 這樣應該知道A 所以第一次E嘛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第二頁的話呢 當然就是它已經refresh跑完對不對 跑完一頁囉 那再來應該NAS就會換第二頁對不對 所以第二頁應該是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呢 K的值應該怎麼樣 它要能夠追蹤到底下 所以要怎麼追蹤到底下 還記得吧 自己好像寫過一個很重要 K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我游標放在A1 Range A1 所以你打一個Range A1 意思是我把游標放A1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就點END AND 向下 這邊打個刮符 刮符的話 向下的話 SL down 然後後刮符一下 這樣就要Ctrl向下 在VBA的寫法上 然後取得的列 就是Role這個屬性 那我就知道 現在喔 線下追蹤之後得到64 那我記得喔 把K記得要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你要放的位置 應該是在他的下一列的位置 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K它會不斷的向下追蹤 得到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案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在增加 第二個參數 就是這個K 先K等於1 放在回圈上面 然後M的K 放在A的後面 然後向下追蹤加1 OK 這樣OK了 OK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先把資料先清空 然後先K等於1 所以等於是放在A1的位置 那抓第一頁 Refresh的第一頁抓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第二頁了 所以第二頁的話呢 我們就是 跑這個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之後得到91 所以你游標放A1 坦錯向下 得到就91 那我要放的 應該是放在92的位置 所以把它加1 所以K的話 就等於92了 看一下K等於92 對應該沒錯了 92 然後I也變成2了 所以抓第二頁 OK 幫我放在A92的位置 OK 就是Distination這邊 放在A92的位置 然後把它抓下來 Refresh 好 那這樣的話 一樣 向下 因為 再來I等於3 就抓第三頁了 然後K的話 向下追蹤 現在92 是92 所以 182 所以向下追蹤 得到應該是182 182 然後加1 因為183 OK 所以K應該得到183 然後這個時候 I就變成第三頁了 所以我們再抓第三頁 然後一之類推 周而負10 這樣後面應該都一樣了 所以我把這個中二給拿掉 讓它全部跑完 那你會發現 它就234567888 一直到90 到70頁了 70頁其實還好 我印象中好像大概跑個10來分 不是10來分 10來秒鐘 OK 大概17秒鐘 就可以把所有的頁數資料 通通都成功的下載下來 OK 怎麼比較慢一點 可能大家都在跑 OK 我就怕大家都在跑 會有個問題 你把那個Server被弄到掛掉 因為太多人存取也有可能 然後會拖慢速度 所以 好 那理論上 應該如果你沒有同時存取的話 應該會快一些些 所以如果我在RUN的時候 你們 可能就手下留期 先讓我先RUN 不然的話 大家一起RUN 會比較容易塞車 好 那假設已經RUN完之後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幾個問題 哪些問題 包含第一個啦 這個是藍寬不足 所以你把藍寬拉寬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藍寬不足 然後第二個會衍生的問題 是哪一些問題 看起來好像 有沒有發現 因為呢 這個日期 大家都說號碼跟特別號備註 這個是藍位名稱 那因為呢 每一個配取 70個配取 每一個配取 這邊上面都有 所以這個可能要 只留下一個吧 OK 那第二個的話 還有哪一些 還有就是說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日期有點怪怪的 這個好像是年嘛 這個是月 這個是年月日 這個是星期期 可是理論上 這個應該是給不要的 因為我們 你說老師 那這個日期 好像只有年 其實沒關係 日期目前現在不重要 因為我們重要是 要做號碼的統計 所以如果暫時 不是主要的問題 我們暫時先忽略 所以我們可以什麼 假設我希望喔 可以把那個不需要的資料 給刪掉的話 那怎麼刪 OK 那當然你直接想說 這個地方我們是不是可以 這兩個按右鍵刪除 然後這兩個右鍵刪除 然後看到剛剛那個 多餘的藍也把它刪掉 可是問題喔 總共有幾列呢 Ctrl向下 總共有6000多 天啊 如果你用人工來做 一定是做不完的 而且啦 如果你假設用剛剛那個方法的話 我覺得沒有要太聰明 一般習慣是我習慣 先試試看 用排序的 什麼叫排序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那我用地增跟地減 其實我只要把游標放A1 然後再按一下地增吧 你會發現 我只要地增之後 它其實就會把 那個什麼 數字排在前面 那你說那不需要的資料在哪裡 你把游標放B1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東西就是不需要的 所以如果我把 按照A欄排序完 那排序的話 記得是地增吧 那排完之後 我把這個 B1向下追蹤的下一列 一直到這個A1向下追蹤的 這個資料 全部刪掉 其實理論上就留下我要的了 這樣應該是最快的 不然如果像我們剛剛沒有想到這一招的話 那你可以慢慢刪 可能會太浪費時間 可是問題喔 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 把不需要的資料給刪掉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資料先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把不需要的資料先刪掉 哪些是不需要的資料 比如說像這個啦 我們只要留下日期 年就好啦 因為星期幾這個先不要好了 OK喔 然後這個要刪 然後還有多餘的 多餘的藍名這個要刪 那怎麼樣方式比較快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把不需要的資料把它刪除掉 那我是覺得最快的方法應該還是 要不要放A1 A到Z 這樣應該最快 把底下的東西刪掉 那留下要的資料之後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中獎號碼有沒有 它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放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如果你要做統計分析喔 很抱歉 那如果全部都連在一起的話 那沒辦法統計分析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儲存格 裡面就放一堆數字 總共六個數字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做 把它切開來 那切開來有沒有分析方式 有 逗點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切開來 並且把它放在另外一個 比如說放在D到J好了 假設這邊 給一個數字1 然後向右拉好了 如果你要1到6的話 就是Ctrl鍵按住 先輸入1就可以了 然後 它就會自動到6就可以了 先輸入1對不對 按Ctrl鍵 向右拉 這樣就會有1到6的號碼出現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東西 剖開來放在這邊來 有沒有 剖開來放在這邊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特別寫程式 因為剛好以色列裡面就有這個功能 哪一個功能呢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叫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這個功能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剖開放在這邊來 但是 如果你剖開來 因為它是逗點割開 所以有6個號碼 你就要給6個 6個儲存格 OK 切開來6個 所以剛好放6個 那要怎麼做 如果你假設剖開來 最後再把不需要的欄 像這一欄就可以刪掉 那其實我們就有前次的大樂透歷史的號碼就有了 這樣就蠻快的 接下來就是 再做什麼 統計分析的動作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資料先下載一下